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创意旅行团这些团员的这个生死未卜 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啊 真的是非常的悲痛也非常的伤心 那我们大陆的这些这个来 大陆光客的这些亲人 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控诉 我们政府是不是说我们救灾的努力不够 救灾的努力不够 而且我们也丧失了这个黄金的时期 所以21个创意旅行团的这个光客 蒙难真的是我们非常的伤心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昨天在这个宜兰撞围的外海呢 发现经过DNA的一个查证 是应该是一个大陆创意旅行团 有一位团员叫龚燕的 他的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这个这个人 他的那所以11月1号啊 那个花莲县长傅坤奇 他要带万人北上来试试抗议 那今天呢看到报纸 这个土木祭司结构祭司公会 他们呼吁政府给花莲人一条安全回家的公路 他们说花莲人不是二等公民 三十多万子民需要政府来腾洗 公益文明的社会的百姓 有免于生命威胁免于恐惧的自由 真的是没有错 花莲人不是一个二等公民 那他们是为了要免于恐惧 免于生命威胁 下礼拜一11月1号要北上来试试来抗议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 这这起事件啊应该要有人负责 谁应该要为这个事件来负责呢 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是一个立设的政党 他要环境跟环保团体 跟这些协者 这些专家 他们应该要为这条道路来负责 为什么到现在 阻挡这条梳花改的 梳花高的这个 这些政客不出面来道歉来负责呢 我希望这些环保团体 你应该要出面 最起码你要道歉 为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来道歉 所以本习啊 在这里是建议我们政府 不但是应该要做书花改 而且我也建议 是希望说 我们南投地区 国道六号 现在已经延伸到了埔里 希望也能够延伸到物色 也能够延伸到花莲 我觉得说这两条道路 我们应该要为我们 后山的这个子民着想 一个是书花改 一个是国道六号 延伸到花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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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